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可是這樣他就沒有聲音了耶 那我們兩個一直換麥嗎 沒關係 我們現在玩一個換麥的遊戲 反正我們都是處女做的 這樣可以嗎 好 我要先介紹今天的來賓 這個來賓很可愛 那其實他應該有很多的粉絲了 雖然好像看來沒有什麼正式出道的感覺 但他在很多人的心裡已經出道很多年 而且他最近有一個就是 那叫石敬秀嗎 可以這樣說嗎 選秀節目 他最近在選秀節目很火 非常的厲害 然後沒有對手 沒有有 好 等一下問他一隻 好 他叫做 欸 你的名字啊 我本來以為是個韓國人耶 真的假的 對啊 我最近其實剛好有改錯號 什麼意思 因為以前就是都叫阿佐 但是我最近有點想換一個比較國際性的 國際性的嗎 對 比方說 歡迎李友廷先生來到我們的現場 你這樣講 現在叫Yoyo了嗎 對 Yoyo 左左跟Yoyo都是你 然後你今天來 今天來其實我壓力很大 不會不會 不要這樣 你有什麼好壓力的 你自己都可以主持節目了 沒有啦 有啦 少在那邊的吉他拿著 他們自己嚇他啦 然後大家就說他笑聲好可愛喔 笑兩聲來聽一下 沒有聲音啊 你們這些騙子 欸 我的喔 沒有聲音啊 他是騙子 製作人家都會騙我 一直拿沒有聲音的麥克風給我 好 李友廷最近在那個 森林之王 對 然後讓大家 就是更多人看到你應該這樣講 有個節目嘛 跟你日常在 可能在網路的平台上發表作品啊 跟同好一起演出 甚至於你可能到了很多的校園去 當評審也好 參加比賽啊 任何的時間 就是有很多 那叫檯面下吧 或是叫做素人朋友 對 對 就是可能是比較小眾 小眾 對 也不會耶 學生就是你最大的 那個 粉絲來源啊 你幾乎就是席捲了現在 就是 在 台灣有幾個大學 幾個高中 就是你有 就有多少粉絲 你本人可以適合去當教育部長之類的 大概那種概念 就是你 你整個已經有一個非常強大的那種 後援團隊了 其實我還 之前還真的去當過老師 真的假的 就是有去幫 朋友去帶音樂課 喔 帶音樂課喔 去帶高中的音樂課 所以你是真 你真心是會有一些科班的那個嘗試 可以這樣說嗎 因為我對音樂沒有那麼人待 我不可以彈 不然你去音樂課幹嘛 就彈鋼琴然後 那我彈是彈 可是是彈吉他的 就是普通高中的那種 喔 你的音樂課是彈吉他的 對對對 你這樣 在普通高中做這件事 那有女同學嗎 就是大家就是還蠻 把我當成一個 稀有的寶可夢的感覺 喔 真的嗎 所以他們都有對你丟出了那個 又把你收服 那時候有蠻 蠻有這種感覺 真的嗎 可是你到了那個 在一個高中的教室裡面 彈吉他會不會太帥 不會啦 因為其實就是其他 底下40個人也都有吉他 喔 所以你的課就是大家都要帶吉他 對 可是如果上午不會彈吉他 那你不是逼死我嗎 對啊 就其實高中音樂課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想彈吉他 是耶 所以其實教起來會比較辛苦 辛苦 對啊 而且還要考試啊 就是例如說我們今天教 我們可能這個學期 預計要完成可能教一兩首歌曲 然後考試就是上台去彈 天啊 就是一個這樣子 哇 那就是一個unblog的演唱會 然後用街唱的這樣子嗎 對對對 40個人耶 其實蠻high的 真的蠻high的 那唱完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你是真的這樣考喔 你是真的這樣考喔 我是亂講的 真的這樣考 我也好有想法 考了兩堂課 我們都知道處女座 會搞什麼奇怪的事情 對啊 那大家還可以去找 不是你們班上的同學 一起來表演 例如說可能你會彈 但是你不會唱歌 然後你就可以找朋友來 那你的學生 後來也在網路上 變成那個發表作品的youtuber啊 或是一些 我們說網紅也好 應該有 應該有 唱作人 應該都有 所以你那一段代課的人生生涯 也蠻不算短囉 才能夠從 教了一整學期 還幫人家考試 其實好像也就 教一兩個學期 因為那時候在 在竹尾 在竹尾高中 然後那時候就是 喔在竹尾喔 對所以其實每天早上 騎車去真的是 也是蠻累的 很崩潰 天氣到冬天的時候 有格外的想要 就覺得 Oh my god 那種感覺 而且高中音樂課 都在早上八點那種 然後你 很健康 你過了熱血健康的一個 人生當中很難忘的 二十幾歲的那個 生活 對啊 然後今天你終於帶了一個 我可以說你帶了一張 叫什麼 EP EP 四首歌 為什麼不要 你 這樣問也不對 就是為什麼不要發專輯 就是 是因為錢的關係喔 一部分啊 然後第二部分是因為想要自己 嘗試製作 整張 整張作品這樣子 是 然後 剛開始的時候就不敢玩那麼大 就是 專輯全部來自己做 是 可是這四首歌 你感覺上都是自己在完成它的 對 從頭到尾一條龍 我們說 對 幾乎從編曲到製作我到錄音 那回音有為外 對啊 什麼時候發現自己 就是 音樂能量跟才華 這麼的強大這樣 就是沒有錢的時候 沒有錢的時候 天啊 這是什麼要讓你 為什麼 就是突然有一天你想要做到一件事 然後 你去跟誰學嗎 還是你 因為就是剛開始在弄 想弄自己作品的時候 就發現 就是其實 就是很貴啊 就是例如說你要去錄音室的話 你又沒有那個費用 就只好在家裡 用一個比較簡配的方式去 去完成 所以你家旁邊都添了很多那種 隔音的那種 海綿 有有有有有有 高品質的東西 然後家裡好像就可以用就好 那這一次的呢 你這一次的這四首歌 都有 都在公司錄的 有在公司錄 也有在外面的錄音室錄 也有在家裡錄 也有家裡錄的喔 對 就是四處錄 那後來家裡的那個是半夜錄的嗎 不然如果車子又跑過去 對對對 大部分都會在半夜 等一下喔 你給我的歌單是你的四首歌 對 都在那個EP裡面 有一首歌不是 哪一首在家裡錄的啊 到時候大家自己去聽 為什麼 自己去參與吧 那你會辦一個有獎針打嗎 那答對可以有什麼禮物嗎 這個其實蠻有趣的 我覺得很好耶 這蠻有趣的 你可以這樣做嗎 就這樣 因為你現在還在忙嘛 你現在還在參加那個歌唱比賽 那不如就把這件事情 就在你的那個EP正式的全數上 數位上架嘛 你會發實體的嗎 11月底的時候會先數位上架 然後之後 應該在12月中 中後續的時候會發實體 你的節目應該就是在一陣子吧 就會大概就 大概算是工作告一個段落 就可以專心做自己的那個EP的宣傳 是吧 那就把這件事就當成那個到時候 好就是其中的一個企劃 還蠻有趣的 對 讓大家玩一下那個猜獎的遊戲 那你可以透露一下就是有什麼差別嗎 有什麼差別嗎 就是就是Quality跟那個底噪 底噪就是環境音的底噪 因為錄音室的話它非常安靜 所以你麥克風開很大聲的時候 它都不會收到任何干擾 對 會吸到一些什麼自然音 對 但在家裡的話就會有空氣的聲音 感覺很好耶 所以要去聽最有空氣感的那一件 所以你有首歌叫瀏海嗎 沒有 沒有 空氣瀏海 對 我可能只是本人發現你在網路上發表的作品 就是取名都很好玩 就相當貼近生活 然後也幫了很多就是現在時下流行的產業 不小心就代言了 一些他們家的商品 其實比較怕被告 不會吧 他們應該很開心吧 而且你這麼出色 然後又這麼有才華 你應該是這個時代裡面 就新生的一個 算是一個文青型的創作歌手 蠻好的 然後人也長得非常的斯文體面 謝謝 我們來聽他唱歌好了 我覺得他現在陷入一個尷尬病的狀態 果不其然就是 跟我在看你那個在網路上 就唱歌之外的所有時間 其實一半都在傻笑 我又不小心讓他無言了 我覺得今天我壓力很大 因為你有龐大的粉絲 然後我今天要好好服務他們 就難得讓你可以來到我們節目裡面盡情的歌唱 然後製作人立刻過來要問你上 這個麥醬 要準備讓你唱歌 好 先介紹一下你今天要帶來的第一首歌的表演是 第一首 沒關係啦 他自在就是一個小帥哥 第一首歌應該要唱的是 你決定 好我想看看 這首歌名叫你決定 唱吃什麼 唱吃什麼 那你有一天會寫一首叫你決定嗎 你決定嗎 拜託啦 我剛剛都講了 好像可以 可以啦 你什麼都能做的 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一個無聊的遊戲 就我們兩個自己就亂約定 然後我們就想幾個歌名 你回去下次就 反正你很能寫啊 我們不會限制你時間 你不是說你寫歌也不是那種 就是多量產型的 對啊 但你就不定時間一定會讓自己有一個 可是其實我自己平常會蠻長的 就是弄這種很極短篇幅的小品的東西 真的喔 例如說像剛剛你決定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隨時就可以寫出一個 真的嗎 好棒喔 那我決定今天節目結束的時候就唱一首 你決定 真的喔 可是不見得會好聽 沒關係 反正誠意最重要啊 我就喜歡 你是創作型 而且不能丟處女座的臉 處女座最厲害了 處女座真厲害了 對 我們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星座 所以我們今天在節目結束之後 各位親愛的李又婷的粉絲 你們會聽到他今天最新創作叫你決定 但是他現在要先唱一首吃什麼 那你今天吃什麼才來上節目 我今天早餐吃蛋餅 哈 起司玉米蛋餅 那你有吃午餐嗎 對耶 還沒有吃 真的喔 那你想吃什麼 我在節目結束前你唱你決定的時候 你要吃的東西就會在這裡 因為剛好就是 這邊是內湖嘛 對 你不要跟我講外面的買 我跟你講我們這裡有餐廳 你要什麼炒飯啊 麵啊 我沒有我是有規劃好 你有規劃好 不用今天是由我規劃 你只要負責點餐就好 真的嗎 快點啊 我滿想吃拉麵的 拉麵 哈 我們公司有拉麵嗎 沒關係我之前查好在那個 我不要吃外面那一家 我就說我們今天請你吃飯啊 我們二樓有餐廳 真的嗎 那都可以啊 那你要吃飯還是麵 還是要吃鍋 我真的對你很好 你今天正式才五分鐘了 我就請你吃飯 還記我的帳 那飯好了 那你要吃就是牛肉豬肉還是雞肉 牛肉好了 牛肉 小小姐姐幫我點一個牛肉炒飯 然後去幫我拿一下 好 好 天啊好氣勢喔 好棒喔 你拿上你決定的時候 就會有牛肉炒飯在你的面前 好 啊什麼飲料 天啊製作人哥哥要請你喝飲料 真的嗎 無糖的茶類都可以 無糖的什麼茶 綠茶中午就賣完了 只能喝紅茶 那就來一個無糖的紅茶 經紀人不用啊 我只有請李友廷而已 經紀人不好意思 你要給我一百塊 好 李友廷的餐廢寄我這邊就好 小小姐姐麻煩你喔 好 這門很好 我們是不是服務到家 真的 你要告訴大家 來安大明星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好 以後要常錄影 那你等一下就要把那個 紅茶跟那個 牛肉炒飯就順便唱在吃什麼裡面 好 天啊我好無聊 為什麼要逼迫他加了兩段 沒有 欸 歌詞裡面本來有這兩個食物嗎 沒有耶 我很怕 因為我其實沒唱他那段之後 因為他這首歌 他很有趣就是 他是把所有的食物的名字 拼在一段主歌裡面 然後當你不知道吃什麼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唱一遍 就會知道 是 但是其實我寫完之後 我每次吃都吃不一樣 光是要唱出正確的 有時候就會有點忘記了 沒有 我告訴你每一次都是正確的 因為它是你的創作曲 沒有什麼叫做 什麼叫標準答案 搞不好你哪天吃素啊 你就會出來 把裡面都改成素食的 是不是 去佛教場地表演的時候就可以 我覺得 我覺得你很有趣 我們出一座人真的太優秀了 聊起來各位開心 所以你大哥都被你逗笑了 他是一個平時就是板著一張臉在我們面前 真的嗎 今天就相當和蔼可親 你要唱吃什麼給我們聽的 歡迎立耀廷的演唱 好 每天在這個時候 後代都要想破頭 這個也像 那個 也像 早餐之後是午餐 小夜之前是晚餐 擁有這樣的煩惱 讓我慚愧卻又很驕傲 吃什麼 烤肉拉麵還是火鍋 吃什麼 熱潮能乾杯啤酒越一香越多 到底要吃什麼 吃什麼 炸魚炸蝦炸豬排 烤雞烤鴨烤鴨烤地瓜 印度咖哩烤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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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烤鴨烤�烤 吃什麼 生氣 吃什麼 快打電話就好朋友 吃什麼 甜甜味也在等我 都想 都要 誰快來救救我 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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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什麼 吃什麼 吃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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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酷耶 還自己做音效漸弱 玩音樂玩得很開心 當時怎麼會寫這個歌啊 是真的肚子很餓嗎 這些東西沒有辦法在一條街吃完 一個人也沒有辦法吃完啊 有可能啊 就是你今天就空了一個出去 然後就是個大胃王 然後就隨便弄亂吃 不行 不行 我也很想 這首歌當初寫的時候 是因為那時候看到我朋友 我有個朋友 他樂團的歌曲 他叫做翠樂團 然後去年有入圍進去 然後 是今年嗎 還是去年 沒關係 總之就他們有一首歌叫一百分 然後就是 他們每次到段考的時候 都會把這首歌PO出來 然後就有很多學生就會轉發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個好陰險喔 太煎炸 這是很聰明的 功能性的歌曲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 那我也來發明一首 就是有功能性的歌曲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想 那要寫什麼呢 我後來就剛好想到 每天就是會煩惱 到底要吃什麼東西 後來就覺得 這個點子很棒 而且之後 假如去不同地方表演 還可以結合當地的美食 喔 真的 真的 後來就寫出來了 後來我就在宵夜的時候 就PO這首歌 宵夜的時候 然後就被封鎖了 被封鎖了 宵夜不大不同 不會不會 他們只是在宵夜的時候封鎖 你但早餐又打開了 一天二十四小時 大概有那個 除了八小時睡覺的時間 有的沒睡那麼長 他可能整天都在聽你的歌 我發現你的歌有一個 就是很奇特的那種 就算是一個古靈精怪的概念在裡面 有些時候啦 但有些時候你又好嚴肅 非常的專業到讓我覺得 你到底是那個 是什麼樣的一個來歷 聽說 不要也沒有聽說你 這件事也很多人在問過你 你這麼擅長的吉他 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逼迫自己達到一個狀態的是這樣 對 因為其實我是到大學 那時候才開始 才開始彈吉他 其實我琴臨沒有很長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 練很琴 你一天可能會彈八九個小時 八九個小時 你整天都抱著吉他這樣 一直不斷的練習 對 所以後來就被 就沒事都在那邊二一 那這位帥哥你的手上 有很厚的剪在指尖嗎 有耶 你這個按那個旋的地方 真的都已經 對 而且左右手其實都有 因為我有時候會用右手的肉去剝旋 但你就愛吉他誰無所謂 都不會痛了啦 因為其實長短都不會痛了 是 你有這麼愛吉他 阿你有其他那種算是樂器的學習嗎還是 就是有嘗試去碰一些鍵盤類 但是還有當兵的時候有試過打過一點鼓 但其實因為都不是很方便在家裡練習 不方便不方便 不方便也可能是你 你跟他們少接觸的某個原因就對了 其實算是 因為吉他就可以隨身帶著阿 然後你想彈就 你的指尖下次讓他當你的那個阿 專輯封面阿 就給他拍那個 這個彈吉他的人都會這樣子阿 沒有關係 你就第一次出唱片的時候 也是要幫自己想一些有的沒的阿 你都會寫這種吃什麼的 對 不好意思大家喝水 大家喝水 大家回答我們這個沒有問題的問題 蛤 蛤 什麼阿 我忘記看問什麼 不用擔心 我過了就算了 你回去再看回放 就知道我剛剛問你什麼了 真的 吃什麼這件 這首歌其實在 應該說那個友婷的那個音樂創作 你也身在一個就是很特別的時代 那只要有能量 只要有作品 那放到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無緣佛界 有人點開就會看到你 所以這造就了你的才華 受到很多人的關注 可以這樣說 又不好意思了 對 其實我就是 聽到誇獎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 處理座都這樣啦 擔心你要開心沒關係 那你可以回應我們阿 就不用 就是這是你應得的 因為你一直這樣 我覺得 你要想的應該是怎麼去維持吧 你現在給大家 就是太多的 就是你的評價都已經幾乎是滿分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剩下90的時候 你自己就皮疤緊一點 我一直都滿盡力的啦 真的齁 希望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這次幫自己做了一個EP的發行 嗯 的動機在哪邊 因為其實我出來唱很久了 但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個正式的作品 是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不能再這樣拖下去 可是也不能說沒有正式的作品阿 我就說網路時代很發達 你幾乎在網路上大家可以搜到你的著作 我創作曲幾乎將近有20首可以做兩張專輯的分量 不算那些cover的歌還是什麼 我是聽很多很關心你的人 然後他對你的創作其實也都滿如蠢家珍的 對啊但我覺得正式的把它發行出來 還是會有一種心理上的就是 我跟著過去的自己結案了 然後我可以繼續往前走 是是是 的感覺 跟過去的那個就是 所以吃什麼這首歌 從今天開始正式命名為吃什麼 雖然在各大平台上 它有它不一樣的那個風貌出現 喔 因為之前這首歌有那個 給一部電視劇叫20之後 是王小滴導演的作品 哇 你這麼酷你可以搭到這麼大導演的作品 我其實就是也受寵若驚這樣子 然後不要這樣 然後因為為了配合他們劇情的需求 然後他們想講的是一首 關於大自然主題的歌曲 是 然後就問我說能不能配合他們改變歌詞 我就二話不多 答應 真的 因為是滿帥氣的嘛 對 然後就是在兩天就改好了 然後我就 就變成出來玩 那首歌叫出來玩 對 然後就是旋律都是差不多的 是 然後主要是歌詞不一樣 但就把那首歌就專門就跟那個戲做結合 對 但對你來說就是還是把你的原貌跟最 對本來的那個發想的那個點 對 在EP裡面這首歌還是會叫吃什麼 對 畢竟你就是一個想要 就是希望人家想到吃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像你的朋友100分一樣那種感覺 對 一個音樂真的很辛苦 所以你有想到下一首就是類似這樣的歌嗎 比方說賺大錢 或是 我有想到這樣子的歌 比較俗美的一些那種祝福 其實有 真的嗎 我最近在寫的一首歌 已經在寫了 它叫做能不能 我以為你 它在講的它副歌就是 天啊我們先聽到 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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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t up 這是某一個片段對不對 對 它的一個片段 然後預計要寫的樣子就是 有點像在下課上 就是在diss一些 你看不慣的 的社會現象 或者是狀況 或者是 身邊的 可能是上司啊 或者是 各種場合 就幫大家做一些鳥氣的發洩 對對對 可以這樣說嗎 大概是這種心情 但也沒有真的要讓人家去吵架 其實就是幫你找個心情的出口 唱完了就好了 也是要繼續上班 也不知道它最後會變怎樣 反正就是蠻希望 就是還可以找一些 就是老舌的歌手一起 喔 老舌歌手一起合作 所以現在已經有一些什麼 口袋名單要準備去邀人家了 還是那你本來就有一些 這樣很厲害的朋友 有 有口袋名單邀人家 但是好像 還沒得到回復 還沒 只有一個也還沒開始寫完 預計大概半年後才會寫完吧 我不知道耶 因為其實 一切都很難講 有些很快 我最快有15分鐘就辭曲一起寫完的 喔15分鐘 那你決定你決定這首歌大概會用多久的時間把它寫嗎 你決定的話 現在就可以寫了 所以你現在要叫我不要吵你 然後你就認真的把它寫到 沒有沒有我們待會錄完的時候 在休息室的時候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我們上到今天節目結束的時候要唱耶 喔真的嗎 對啊 然後到休息室的時候再唱完整版 我們做一個翻外篇這樣子 這樣很酷嗎 節目上有點壓力的感覺 欸 有庭哥 飯來了 應該沒有現在是 怎麼了 喔真的嗎 拜託你跟你的粉絲說我不給你吃拉麵 你沒有生氣 快點 喔沒有沒有我不會生氣 我不會生氣 網友不開心 這牛肉炒飯器也很棒 天啊我忍了粉絲不開心 那個拉麵的部分啊 因為我們公司剛好沒有在賣 我是十足成員想要讓他就有一個溫飽的午餐 然後可以好好的表演 所以請喜歡 欸你的粉絲有自己的名字嗎 目前還沒有 我自己也是有想過幾個option 喔真的嗎 可是還沒有公開 但他們都知道嗎 偶爾的機場live有講 可能叫朋友之類的吧 不會啦 就講一下嘛 他們今天不然就網路上也可以留言 我們這裡就是 當做你一個參考的平台嗎 好啊 算說自己講這東西就是 不會這就叫自己講 不管誰幫你講 你這麼有創意的人 這叫朋友 一個叫朋友 對 那第二個呢 記得想到一個 好 對 朋友到處都是朋友耶 你真的也實在是很有想法耶 沒有啊 我覺得你跟100分是一樣的意思 是嗎 對啊 因為想說就是李友廷啊 有個有字啊 就好像要善用一下 善用一下 好啦 李友廷有的時候 他最厲害的也許就在歌唱上 然後其實滿腦子的想法 也許他都一時之間也理不出一個 要去用言語表達的頭緒 對 因為有時候我講話會很挑 會很挑 很好啊 這表示你創作能量也是滿滿 是嗎 上那樣的一個節目會讓你在那裡比較穩定嗎 因為他有個明確的意義 應該這樣講 也不是 我覺得也不一定 因為在那裡面的 你跟我在這裡看到你實在有點不太一樣 對 其實在上面我會比較拘謹一點 因為 那是拘謹的狀態 但我會覺得是啦 是比較嚴肅一點點的感覺 但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平常的話 兩種層面都 都會有 因為平常其實在相處或 在一些表演的時候 大部分我是比較嚴肅的狀態 但是就是在 有跟人家對話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就是我會 我會 比較 比較不在那個狀態 那樣 處女座都這樣子 比較慢熟 也不是慢不慢熟 就是反正就是會給自己一個壓力 喔 嗯 可能是 對對對 你彈吉他是因為家裡的壓力嗎 爸爸跟哥哥都會 所以沒有 你不會覺得自己這樣很落彩 也不算啦 就是為了把妹而已啊 所以跟爸爸哥哥沒有太大的關係 你一場非常的清楚 怎麼啦 網友又要罵我了嗎 喔好 喔 網友希望你可以吃飯直播 認真 小小姐姐來了嗎 小小姐姐來了 好 那不好意思 那個製作人哥哥 你可以幫你一個小茶雞在這裡 然後他想吃就發兩口這樣 我們今天沒有 你網路上的那個聲量太強大了 我們希望今天可以讓你廣大的粉絲 你的朋友們都覺得開心 對啊 而且你今天還在這裡公開告訴我們說 你從阿佐已經變成又又了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講 也是一個新的心情上面的調整 他們也要知道以後看到你要叫又又 對 所以下次有叫你又又的人就是 你又又這件事你有在其他平台說過嗎 有慢慢的在選擇 我以為是這裡第一次耶 不然你還可以幫我們測一下就是 到底有多少人看得到今天的直播 不會不會 沒關係啦 你看加拿哥 我們那個製作人哥哥去端茶雞來了 真的 對啊 我們沒有騙你啊 而且我們有一個很漂亮的那個小小姐姐 會幫你把餐點拿過 這個節目好 是不是很 好有效率 拜託 所以你決定今天沒寫出來就不要下班了 真的 感覺滿好的 經濟很相當的那個震撼 在等餐的過程當中 不然就來唱第二首歌好了 好啊好啊 你今天第二首歌帶來的是 第二首歌叫做 知道我遇見了你 這時候你的EP裡面也有收錄 沒有 這首歌沒有收錄 這首歌沒有收錄 但是它是今年新寫出來的歌 就在這個年度裡面的新創作 對啊對啊 因為剛好最近編好了自參唱的版本 然後就想要來到這裡試水溫 謝謝你耶 謝謝謝謝 不要說試水溫 就是讓我們有一個 就是有個榮幸 可以在這裡讓你有一個簡單的發表 好 今天你來其實我們這裡充滿了 你看 漂亮的小小姐姐幫你送來的牛肉炒飯 餓的時候就打開吃就好 好 欸 他幫你用拿筷子 小姐姐有粉絲 你筷子應該讓他自己開喔 你這樣子粉絲不開心 對 好 好 欸 衛生紙都有幫你準備好 而且 基於你喜歡的那種就是吉祥或的概念 希望你就是一抹得意 好 這樣感覺很好 好 好 親愛的粉絲朋友他要唱歌了 知道我遇見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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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生活就是重複 自己就是全部 直到我遇見了你 直到我遇見了你 一個眼神交錯 請你別再對我保留 早一點線索 想睡醒後的一口溫開水 你是剩下中期待的冬天 是我瘋癲 就算有煩惱很優越 也多幸福的煩惱很優越 教授自己我渴望 我想要你全部的全部 我饒醉的抓狂 都因為你 都因為你 也願意耶 你後退我往前 走兩步再轉個圈 享受著與你的共舞 你忙著我說哈 這個遊戲都好玩 除了你還能夠愛惜 我寫首歌曲旋律是你 這節奏是愚衷 喔 讓我們更靠近 文字就交給歲月 慢慢天氣 我一點陪一點 更愛你 收藏你每個表情 我每一秒更相信 愛是結果也是原因 想睡醒後的一口溫開水 你是剩下中期待的冬天 是我瘋癲 就算有煩惱很優越 也多幸福就煩惱很優越 這邊還沒想好怎麼唱 我渴望我想要你全部的全部 讓我最多抓狂 都因為你 都因為你 走兩步再轉個圈 享受著與你的共舞 你忙著我手卡 你忙著我手卡 這個遊戲多好玩 除了你還能夠愛惜 你後退我往前 照兩步再轉個圈 享受著與你的共舞 你忙著我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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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遊戲多好玩 除了你還能夠愛惜 總いる 選擇 集團 謝謝 有一種歌叫做 我唱到這裡 不知道這邊怎麼唱 請問在你的數位發行的音檔裡面 也有這句話嗎 其實這有一個他的正式 目前的demo 版本那句歌詞就長這樣子 對 因為他當初是我在做demo的時候 然後我唱到那邊的時候就是 我要做一個rap的東西 但我不知道唱什麼 然後在demo中我就決定說 好 那我就先唱這樣子 然後提醒我自己說 到這邊要再重新想個東西錄進去 後來就 就是 有一次給朋友聽demo的時候 他覺得這邊很酷耶 然後他就說你是故意這樣子嗎 我說沒有 那是還沒弄好 他說不如你就這樣子好了 然後其實在錄音版本中 這樣聽是蠻自然的 但其實我一直還抓不太到 在現場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讓他聽起來是故意的 這樣子 你說故意的是說 讓我們以為這裡是還沒有做完整的意思嗎 還是是說 這是本來就是在裡面成品就是這樣說 對對對就是讓他聽起來是比較流暢的 但是其實這個真的很難抓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剛剛有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有這個想法 真的嗎 真的 處女座真的很無聊 還要幫處女座很想一個理由 那我們不要跟他們說 我等一下再跟你說 好 那你要記得問我 因為我跟你一樣也是會忘記事情 好好好 那你還記得要做你決定這首歌嗎 我開始 開始越來越多壓力了 是嗎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樣 我們這樣見面也是蠻好的耶 就是突然間就是也可以 亂聊得蠻開心的 對啊 我覺得你沒有要表達對的意思 沒有 你有聽兩秒 我剛才想 處女座很介意這種就是 有沒有被認同的這種事情 不是不是 就是我剛才一直在突然在想 就是你決定的歌 真的嗎 吃兩口那個牛肉炒飯 應該會有一點想法 他們一直想 你自己有做過就是飲食的直播嗎 沒有 那第一次直播吃東西 真的我們很榮幸耶 你可以選擇筷子或是湯匙 就是小小姐姐都幫你準備好了 不同的那個餐具 好 我要吃喔 好你吃你吃 那你要記得我們鏡頭 就是要看哪一機 我該不會是 我該不會是第一個在這個節目 也不是 但是就是 但是我們即使點餐 他就突然想到這是第一次 因為知道你就是 有一些吃什麼的想法 所以待會兒 兩機你想看哪一機 你先跟攝影大哥說 他沒有要理我們的意思 吃自己的 對啊上次是 沒有還有 謝成鈞都吃過 還有謝家見 嗯 都是 在這裡吃過餐的都男神 所以你也是 蠻好吃的耶 當然啦 開通 關起來不然會忍不住 沒有你剛剛那個鏡頭都沒有拍到 那網路上大家就是想要看 就是 你當作自己在幫我們的炒飯代言 然後你看你要看哪一機 對面這個叫鐘哥 這邊叫翔哥 你自己跟他們兩個決定一下 鐘哥那邊嗎 好 鐘哥 有覺得尷尬嗎 有有有有有有 我們其實就是很愛演 又很容易尷尬 這就是我們心情上 真的很好吃吧 我沒有騙你吧 很好吃 等一下還有飲料 不要忘記 那也是你點的 導播說他比較想要聽你唱歌 叫我不要逼你吃飯 可是粉絲要看啊 導播都不了解粉絲的心情 可以 粉絲給我們按個讚再分享吧 轉發分享一下 我們有讓李友廷在現場吃飯喔 所以你們想看了跟我們說 我們幫你安排 多做一些這種就是飲食類的直播嘛 他們應該會覺得你更親民 是嗎 還不錯啦 對 你今天這頭捲毛是來之前去燙的 還是做 對是燙的 雖然我平常就有自然捲 但是不會這麼的 不會這麼的 沒有這麼Q 對 這是今天特別嘗試的一個造型 哇塞 有喜歡嗎 有一個貝多芬的感覺 貝多芬嗎 就是一個音樂才子的概念 說真的你自己怎麼在音樂這件事情當中去充實你自己 就是很愛聽一些流行歌 還是說你真的有去鑽研很多的事情 把點擊拿出來看啊 或是去看一些專業的那種 對音樂的分類還是怎麼樣 我算是還蠻認真去研究的 所以其實我除了流行音樂 我其實會找很多都立音樂 或者是國外的一些各種不同領域的歌曲去涉這樣子 所以平常就會逼自己去聽一些舒適圈之外的歌 比方說 就是一些說出來可能沒有人知道的樂 不會啊 你看你的重要性在這邊 你現在已經成了有萬人追隨你 所以你要讓被你看見的這些 你覺得可以應該讓它更發光發熱的人事物 然後藉由你的嘴巴去傳播出來 這就是你另外一個價值跟 你的身上應該要付的那個新的使命 最近聽了什麼歌是 你覺得是很值得大家也試試看的 我可以拿手機出來看一下嗎 因為我它那個英文單字 你媽媽打電話來給你的事物 不是不是不是 我也媽好 我也媽好 因為剛剛有聽問我說 如果在直播過程當中電話響子 我就說你可以接 所以它剛剛就是 你也可以刷一下 就你想要那個 所有的任何的那個 禮物嗎 刷禮物嗎 我們看到這本節目 沒有刷禮物這個活動 鑽石 謝謝 謝謝哥哥 遊艇 謝謝阿 正在聽了一個樂團叫做Lamb 哦 真的 Lamb Lamb 對 羔羊 然後他們 他們的歌 他們團的歌曲 他們其實是很舊的一個樂團 我聽的是他們很舊 之前的作品 然後他們很酷 就是他們會把 一些不插電的樂器 結合電子類的聲響 然後因為是我最近 應該說 我之後 有想要做這樣子的東西 之前看過有一篇你的訪問 是真的講這件事耶 所以你真的是認真的 我認真的 但是第一張可能 暫時還沒有 因為第一張好像要用一個 比較 比較原始的一個 沒有啦 都可以啦 因為你的第一 你所謂的第一張 就是跟 跟大家的認定 也許也不太一樣 就是他們其實 你發表過太多的作品 你第一手丟在 公開平台上 可以讓大家知道的歌 你還印象 記得嗎 我想看看喔 其實我有點忘記了耶 真的太多了 也沒有 可是應該去查一下 應該就可以查到 就是必死大家 就是去查這件事情 對 我好想知道 你不知道有人打算 李友廷 三個字要幫我自己跑 他也不會按臉表 幫我們自己編排耶 可是可以去那種 就是像YouTube 或者是Street Voice 然後看第一手上傳的時間 是 不好意思喔 對對對 我忘記這件事 不會 不是不是 但是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 我自己也 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 因為 就是蠻 蠻舊以前的 對啊 對啊 不聊音樂的時候 你都跟朋友在講什麼 我有點好奇了 其實都會耶 就是大家 就是看跟怎麼樣的朋友 你會聊一些垃圾話嗎 會啊 會啊 我跟廖文強就會聊垃圾話 真的嗎 對 廖文強是一個 也是我一個朋友 他也是一個歌手 歌手 很棒的一個創作歌手 然後他 他講話就非常好笑 然後比方說 就是我們會一起講一些 就是說了會下地獄的話 真的嗎 那還是比較好 所以就可能不能在節目上面講 懂懂懂 對 那事實底下就是會一直去開 這些部分的是 就是 是涉及到內容的 就是對人的部分 還是只是說 言詞上面的那個 描述的狀態比較生動 還是 這可能都有一點點 都有 可是我覺得就是 因為就是 他可能他平常也只有 跟少數部分 幾個比較親近的朋友 才會 就是真心好朋友 還是要幫自己做一些 身體的那個 能量的釋放 釋放 不然真的會很糾結這樣子 其實垃圾化也是 就是讓自己 變強大的一種過程 對 我說好朋友的垃圾化 不是真心的 那邊網路上亂哈拉的 對 也不能太多或太少 對阿 真的 然後也 沒事 你繼續 我打斷你了 喔 然後其實就是跟 就是 可能就喜歡聽音樂的朋友 或者是 剛好 就是前陣子 比較有 打電動的阿 什麼的 也會 也會去聊些 最近很少的 比較少 對阿 我剛剛問你阿 你一天不是花很多時間 都在跟這個吉他做朋友嗎 對啊 可是以前 國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 玩的蠻凶的 欸你的粉絲就是要吉他好了 因為你一天跟吉他相處 時間那麼多 吉他 對啊小吉他 小吉他嗎 也還可以 不然你今天只有一個選項 就朋友 吉他 高他的感覺 對啊好像還不錯 我考慮一下 好 他沒有很滿意我的說法 看還沒有就是之後 還有更好的 對因為吉他就是 在某些網路上用詞 吉他跟高他好像是一樣 對 他就比較好了 會不會引起一些 不必要的言語的分爭 但是你有喜歡粉絲跟你說什麼話嗎 我看他們的留言也都還好 沒有特地會長篇大論 但你偶爾也會去回覆他們 對我其實大部分看到有趣的留言 我都會 比 都會比較去回 然後加油打氣的話 我就會看到之後 我就會放在信上 真的 所以就是 不論你們寫什麼 他都看到了 你的用意是這樣 對對對 他加油打氣都回他一個愛心啊 反正他沒有愛心 有有有有有 有時候就去點個讚 你要開始熟悉就是 你要成為全民偶像了 所以你要去習慣這種狀態 你就越來越多人就是 請募啊 然後會有一種 想要靠近你啊 擁抱啊 這種感覺 怎麼了 沒有沒有沒有 只是在想像那個 那個情境 好像蠻難為情的 不難為情 就是你有一種 站在巔峰上 然後旁邊 哇 萬民崇拜 你現在已經幾乎 進入那種狀態 你在那個選秀 唱歌比賽節目裡面 受到那麼多大排的肯定 不會啦 其實我覺得 其實那個選秀 真的是非常多厲害的 厲害的選手 然後他們 你也很厲害啊 他們 又害羞 這個人好 就是有才華 又謙虛 覺得蠻好的 欸 處女座的好東西 都放在你身上 請繼續保持 然後讓處女座成為全世界 最強大的 好 對 好 那再加油 又留言嗎 林優佳來留言嗎 喔 不是 喔 演奏曲 他真的幫你查耶 處女座的人就這樣 他還是處女座 說查就查 不會等我們下班以後 那是我 第一次錄的 微風 對 喔 對 它是一首演奏曲 嗯 然後 是那時候參加 李仲勝老師辦的 一個吉他演奏比賽 喔 然後那時候有拿到冠軍 所以就 喔 這什麼什麼 金手指什麼什麼 對 類似就是 他純彈吉他 那時候你吉他彈幾年了 你去參加比賽 就得第一 感覺2016嘛 2012耶 2012年 2012你22嗎 7年前 哇 那其實我那時候 才彈兩三年而已 好酷喔 你彈兩三年就得第一名耶 對 很會喔 可是我覺得 在那時候其實 最主要是因為 它是一首創作的演奏曲 是 因為在當時其實 演奏著創作的風氣 還沒有像現在這麼興盛 對 雖然說我像現在這麼興盛 其實現在還是算小眾 嗯 但是吉他演奏在這幾年 有一直起來 通波起來 對 然後我剛開始學吉他的時候 其實就是學吉他演奏的 嗯 因為我那時候去樂器行 他就說我想學吉他 你到樂器行去 跟老闆學的概念 是這個意思嗎 然後他櫃台就問我說 你想學什麼類型的吉他 嗯 我說我想學彈唱的 彈唱的 可是我們彈唱的老師剛好都滿了 有個新來的老師教演奏的 不然這樣可以嗎 然後因為我就不太會拒絕別人 喔真的 後來就 誤打誤撞 就在學演奏了 喔是喔 很酷耶 他學費一樣嗎 差不多應該是一樣的 在彈唱跟演奏 後來你有發現他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嗎 有啊 因為你有轉班嗎 後來 後來也沒有耶 後來我就跟那個老師 張仲林老師 持續學了非常久 嗯 學了兩三年吧 對啊然後 老師他對我創作也是一直 有很大的一個 影響在 因為老師他每一個禮拜 他幾乎都會寫一首新的曲子 每一個禮拜 對然後我每次上課都說 欸有聽來聽一下 這是我新寫的歌 然後我就喔老師壓力好大喔 這樣子 然後我也會 有寫的話我也會把 我的作品給老師聽 然後交換這樣子 哇你是個好學生耶 對我覺得我那時候算是很認真的好學生 真的真的 現在教吉他都沒有遇到那麼認真 好 那你有在教人家吉他嗎 對我現在還是有在 那你有像那個老師那麼認真嗎 嗯哼 就是我有新作品我一樣會給學生聽 是 可是就比較少 那你的學生有像你一樣認真嗎 嗯哼 不好說喔 因為那些學生正在上課 所以 嗯 那女學生比較多吧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男學生比較多 沒關係啦 好 沒關係 他的意思是 他說你不用這樣子那個 對 所以你平常教課也是自己的一個生活內容 對 其實算是 其實我覺得算是興趣的一部分 興趣的一部分 對 因為我覺得他是很直接的可以去影響到 嗯 可能是下一輩的 的 創作人或者是吉他手的 是 一種方法 你才二十郎當歲初出道而已 然後就已經對很多的事情做了很長遠的 一些布局跟播放 或者講難聽你就是 就是喜歡畫大餅 也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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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畫大餅 因為你是一個會去身體力行的人 沒有畫大餅這件事 就你有能力去把事情做好做滿做最多 那種概念 滿好的 唱歌啦導播一直在罵我 所以都不跟你唱歌 好 他今天就準備四首 你好歹讓我排一下那個中間的流程 導播你不要這麼心急 那你可以多唱一首嗎 導播在哪邊 導播在他的副控室那邊 在大貨全身的那個房間的在隔壁那一間 對啊 好 那你這一首歌就假裝獻給導播好了 你要唱的歌曲是 好 這首歌叫做 誰 誰 導播你誰啊 哈哈哈哈 天啊 BOSS 我們兩個現在變好朋友了 還可以嗎 往上 這樣反應都還可以嗎 有人要什麼叫我叫我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服務這個部分 好 來聽也有聽唱歌喔 好 這首歌叫做誰 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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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 這首歌叫做誰 詞曲 李宗盛 害怕伸出手 裝作 什麼都不想要 這樣也好 每天說服著自己 還在原地停留 等著你 也等著我自己 你若難懂 現在別再猶豫 走進我的心 誰能夠找到我 在人海中流浪等待 愛 將我的輪廓填滿 誰想要找到我 多麼希望擁有一個你 你 讓我值得存在 害怕伸出手 裝作 什麼都不想要 這樣也好 每天說服著自己 還在原地停留 等著你 也等著我自己 你若難懂 現在別再猶豫 走進我的心 誰能夠找到我 在人海中流浪等待 愛 將我的輪廓填滿 誰想要找到我 多麼希望擁有一個你 讓我值得存在 你能否有種 容納每一種的我 我會願意 配上一切的愛 誰能夠找到我 在人海中流浪等待 在人海中流浪等待 愛 將我的輪廓填滿 誰想要找到我 多麼希望擁有一個你 讓我值得存在 有廷哥我幫你倒水 沒有沒有 還有很多 天啊 聽你唱歌 那個空氣都凝結了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它凝結在一個 幸福的氛圍裡面 好可怕喔 你把一個男生唱 就用吉他唱歌 把妹的那個能量 就是幾乎就是用神 一般的等級在揮灑著 沒有 誇張了 沒有沒有 這表示你在練吉他的當下 立下的那個志向 就是你的吉他有感受到 它真的是你的好朋友 有嗎 我認真的耶 你唱歌讓靠近的人 有很幸福的感覺 而且有很溫暖 然後又很純淨 又覺得還滿深情的 聽起來很有鑽頭 還不錯 然後聽到你再回到 那個垃圾化狀態的時候 又覺得這個小朋友 也是滿可愛的 感覺很好 你的生活當中 喜歡 更喜歡怎樣的自己啊 多崇善感的那個 還是就是很活潑的啊 明亮的啊 陽光啊 開心啊 其實我都還滿喜歡的 因為就是 畢竟創作的過程中 就一定 對 有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就是去接納各種不同的 所以你會幫自己 下一個命題 然後再去做那個音樂 還是沒有 就是每一首歌 都在寫一種愛的感覺 都會 都有 對 會有比較 除了吃什麼之外 就是真的是很特別 那應該是比較可愛俏皮的啦 其他的歌應該都跟 心情嗎 唱別人的 都還是唱自己的心情多 嗯 大部分都自己的 但是目前有 越來越唱別人的趨勢 怎麼說 為什麼 要把自己藏起來還是 也沒有耶 因為我覺得 就是 有點膩了吧 就是一直寫自己 就覺得 太赤裸嘛 好像覺得自己在粉絲面前 越來越沒有 就是什麼 不會 我覺得赤裸是好事 我覺得創作這件事 就是要 真誠 真誠 對啊 然後只是 我會覺得 喜歡那種 說別人故事的感覺 哦 你開始喜歡說別人的故事 對啊 因為一直說自己的 就會覺得 哎呀我自己其實就是這樣子啦 沒有啦 你那麼多可以探索 怎麼怎麼只有這個樣子 對啊 第四首歌現在來唱 好 因為我們一個小時 看起來是節目 而且還要再唱你決定 所以其實好 第五首歌 哈哈哈 一個逼死他的節奏 好 那最後一首歌叫做 不是最後一首歌 是第四首 第四首歌 你決定 對 好 這首歌叫做 把音量轉小 他原本叫做給我把音量轉小 但是我在新的EP中 覺得太兇 對對對 我已經確定 因為很多人都記錯名字 哦 是 為什麼 因為七個字的關係吧 哦 好 一首歌七個字就是 很容易會讓別人記不住 滿差 不會啦 對啊 然後這原本是為了讓它聽起來 兇一點才加給我這兩個字 嗯 但其實後來唱到之後 發現其實好像也沒有那麼的 有必要去這麼兇這樣子 就態度再溫和一點這樣 對 欸不好意思 把音量轉小 開始會道歉就對了 好 音量轉小 音量轉小 唱歌 聽哨 pouco 音量轉小 有空疼的下午是時候找可去處 多早兩不開始 공 quest 我渴望冷氣的束縛 莫名很像彈吉他 是無忌憚的刷 算了算卻只剩下一個地方 大理城的樓下 我用自然的finger style 我漸漸平的步伐 帶著微弦的節奏感 他不屑地看了一眼 連下我這種開關 咳不突然傳來被失聲響 自告自己爽 把別人當成笑話 好你太明白 有什麼辦法也更不想 一人唱一一一指教 我對你有禮貌 你卻拿巧 表面上敷眼後 等我走就偷偷把音量轉高 對你有禮貌 你卻拿巧 請不要糊弄我 糊弄我 當成我都不知道 把音量轉小 記得那個時候 大家在吃披薩 哈子 醬料 跟著跳hiphop 咖哩又得我取消 就話來不及說完 就被問候媽媽 我忍住不知該怎麼辦 又開始傳來被失聲響 我忍住不知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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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句話說了六年多 連鑰匙會那麼錯 你有禮貌 你卻拿驕傲 同學你有什麼 人話聽不聽的 都音量轉小 謝謝 你太帥了 你真的太帥了 好可怕 如果你入圍金曲獎 最佳新人那一年 也入圍了最佳男歌手 你千萬不要懷疑那是實至名歸 一定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每天唱完這個歌 都好像跑馬拉松一樣 哇 你好厲害喔 當吉他在你的手指底下 他覺得他的這一聲 相當的榮幸有這一歌 非常坎坷 被敲來敲去 為什麼打我 為什麼打我 你一定要回去回看這一段 剛剛我們翔哥把你拍的好帥喔 他在你的指尖 在你的美語之間 做了很多的取景 導播也用很強大的愛 在幫你剛剛完成那段表演 真的嗎 今天你在這裡 就是讓這些專業的人 都也對你相當相當的喜歡 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種很大的肯定 其實他們都是很棒的那個 謝謝 攝影大哥啊 導播都是很專業的人 然後在整個畫面裡面 你實在是帥慘了 你決定寫好了嗎 現在來 節目快要結束了 剩下兩分鐘 你現在唱得出來嗎 好 人也是很好 好 都給你決定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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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愛 好 剩兩分鐘了嗎 當你這樣練完 又剩下一分四十秒 對 對 這是本節目的 今天李友廷專屬創作 恩 你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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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有點興趣了 都給你決定 就好 喔 這個滿好聽的 都給你決定 就好 你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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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給你決定 你確定 你確定 全部都給你決定 你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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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之類的東西吧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啊 天啊 他現在真的把他 寫了一個句子 不不不不 這裡面這麼好的愛 歡迎今天就是 每個 就是 這很適合給那個 熱戀中的情侶 然後大家每次說 欸 晚上是什麼 他就你決定啊 他不會這樣就把 又婷這一段剪下來 當自己的那個 手機來練音樂 或什麼 很適合耶 我來複習一下 好 你複習一下 你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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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給你決定 你確定 你確定 就好 喔 喔 這樣一個段落還不錯 還不錯 所以還有會再把它 那個擴充嗎 可能 好像 可以 也就這樣了 可以嗎 可以嗎 真的 因為這個題材其實還蠻好發揮的 是啊 然後今天就是也非常感謝你這樣送上 這麼驚喜的那個 小心翼 不會不會不會 真的 希望今天就讓你在這裡也充滿了那個開心的感覺 有 有 好啦 你真的是被大家肯定登上歌王之路也是指日可待 想必也可以在巔峰之途就是 待得非常非常的久 一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會盡力盡力 不用盡力 就是要一直維持 那可能也不叫盡力了 其實你的能量啊 各方面也許每天都在增強 所以 就是你每次盡力會嚇到很多的人 就是你要一直就是讓自己就是 那也不叫持贏保太保 就反正讓自己不斷的有很多的 新的狀態進來去豐富你的音樂人生 對不對 然後希望你在你最近參加的節目裡面 得到你想要的成長 應該這樣說 然後祝福你得到你想要的獎項 你應該是對這些事情都有一些自己的期待 出你送 謝謝李友廷今天的大安大明星 記得把牛肉炒飯吃完 好不好 謝謝你 安安大明星下次見了 謝謝李友廷 謝謝李友廷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pł